交罚出动通过德基水库送快递 这罚上全都是刚从新嘉阳旧嘉阳部落 茶园采下的新鲜茶巾 要赶在一个小时内送到制茶厂处理 水路运茶真是不得已的决定 因为以往这些茶巾都是走中横便道运输 不过中横林府桥上个月风载落石 到现在还无法通行 要是绕道得花上三个小时 偏偏茶巾等不了 农民就怕整年新鞋毁了 只好想出这个方法变通 船运只要一小时 除了走水路还要加入无人机空运输送 离山茶一年两次收成 今年冬茶因为路不同而有了新的运送方式 农民说种茶多年 这还真是史上头一遭 记者黄翔富王世涵台中采访报导 可是会让免疫力低下代谢不平衡 皮肤状况变差 旺旺推出的梦梦水 就是要解决 大家烦恼的好帮手 白桃风味酸甜好喝 也欢迎大家扫走下方QR Code 或是上快免购网站订购 也欢迎大家订阅